好 我们一会分组去查这个经文 三段的经文 其实我把答案都弄在这里 为什么我这次会弄在这里呢 因为内容实在是很复杂 很复杂的时候 你看着这个来到一路对比 是不是圣经这么说 这个主题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 基督徒被提什么时间 我首先介绍一下基督徒被提的观念 是怎样的 首先是圣经有讲被提的 最清楚的经文 《帖撒来加前书》第四章十六节开始 我这里写了十五到十七节那里 是最清楚的 是讲到会有 有天使长的声音 主降臨 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 豪童吹响 然后死人要复活 然后我们一齐和他一齐 就被提了《空中与主相怨》 这个经文最清楚的 这个经文最清楚的 另外一个经文 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也是可谓清楚的 就是讲到 是两个人 娶去一个 撇下一个 这个就是第二个经文 而第三个经文 就是《哥伦多前书》第十五章 其实这个经文 这个经文是没有讲被提的 只是讲到是 《号同末次》 圣经有讲到七号 这个是最后的 这个《号同》的声音 其实这个《号同》和《号同》 是同一个字 英文翻译就是《trumpet》 是同一个字 是 是 印给他们 是 印给他们 谢谢 那么 好了 又有死人的《号同》 然后基督徒改变 他们没有讲被提 但是因为内容是有《号同》 三度也有讲《号同》 然后两度也有讲复活的 两度也有讲被提 我用了手指指给你看看 这里三度也有讲《号同》 黄色 蓝色就是复活 两度也有讲复活的 被提 两度也有讲绿色的 主降临就是这两次经文有讲的 那到底是否同一个事件呢 如果同一个事件 那被提的时间 就在耶稣回来的时候 因为有一个观念 就是有个人叫Skofield Skofield是很出名的 他已经写了 他就写了一本 叫做Skofield Reference Bible Bible就不是他写了 他就在圣经加插了很多他的神学 其中他的最主要神学就是 基督徒在大灾难 这七年灾难之前被提 会消失 在地上忽然消失 那如果大家上网有看到 关于活日 你会看到很多关于被提的观念 而95%我相信 都是讲到灾难前 或者灾难中被提 即是说基督徒不用面对大灾难 就会撞一声全部消失 也有些电影 有些影片 其中一个影片 我有看过是这样的 整个聚会 一个教堂聚会 很多人一路聚会 那牧师刚刚讲到这个主题 然后灯一声 大部分人不见了 只剩下几个人 那几个人 为什么他们不见了 被提了 那我们剩下 他们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就是 凡信耶稣的人可以被提 另一种看法 要爱主 侍奉主才被提 就是有这样的看法 那些人 有些人觉得 我未够爱主 我就不可以被提 但是根据圣经是真心信靠耶稣 有跟从耶稣 跟耶稣有关系的 必然会跌出果子 这些人是会被提的 但是他们有些人说 不是 你要救爱主 你要救侍奉 你才可以被提 如果不然 你就要留在大灾难 他这个教导 是带来很多人的很兴奋 和很投入 是不是一定那些人投入就一定是对的 不是一定是对的 因为圣经不是这样的时候 你可以用很多方法 你可以用不同的教导 如果你不爱主 你怎么在佛经教入了地狱 你也可以这样 那些人相信 他就去地狱 但是因为他这个观念 很多人很害怕 因为当他读启示录的时候 你看上来都很恐怖 很多很严重的灾难 很多人看到就会很害怕 他就说出这个消息 很多人很欢迎 欢迎到不得了 甚至成为了一个主流的 末日的一个看法 但是我自己本身就是 我在圣经大学的时候 有一次 我感谢主 在我当时在读圣经大学的时候 有一次的这个 就是我们每一个礼拜的聚会 那一次的聚会 就是一个末日的 不是每个礼拜 是每日 每日都有的 就是一个末日 关于末日 那你就用不同的老师说 然后有一个老师站起来 他是希腊文的老师 他说 他说我用希腊文看了很久 我找不到圣经支持 再次避体 因为那时候我是很信的 那时候我呢 也都在香港的时候 在一家基督教书 我都说给那些学生 那些学生我都很 就是很 alert 就是很醒觉 我那班学生 差不多全部信耶稣 就是我那班也带了很多学生信耶稣 但是这件事是带到很多人信耶稣 因为他怕进入大灾难 但是不代表他是对的 我那样可以用这个圣经教导 去帮人去处理生命啊 侍奉啊 但是今天就 给你亲自去找经文 从个经文去找 那你因为这要看到一个图 那这个图里面呢 是有次序 那什么是次序呢 箭咀是次序 静在梦那些就不是次序 静在梦那些就是说 他又说同一样 但是未必是时间次序 但是箭咀是时间次序 那你就去找出 到底这三个情况 这个号图 是不是同一个号图 是不是同样 是耶稣回来的时候 那这个 灾前鼻械的观念是什么呢 就是在大灾难之前 七年或三年半 耶稣降到半空 那些不信的人 看不到的 不知道的 不过那些基督图 一声就飞了上去 那也有很多 我那时候买过那些 卡通的 全呼音的策子 又说到被提的 又说到那些人 坐在飞机 突然间飞机软撞 因为飞机师是信耶稣的 或者是开车 忽然间司机不见了 就是这种情况 就是很多要来全呼音用的 但是这个 是不是真的 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降临 是 假设他们所说的 是对的 是不是半空 是秘密的 因为是秘密的 不是全世界看到的 耶稣最后回来的那次 是公开的 是万族都会哀哭的 万族都会面对审判 到底是那一个回来 还是在七年或三年半之前 在半空中 秘密出现 接着那些基督徒 十一声消失 接着他们就上到天堂 剩下地上 那些人怎么办呢 他们就开始好奇 为什么这么多人不见了呢 他们就找圣经 找书 原来他们避体 我们剩下来 怎么办 信耶稣就要经历大灾难 这个就是他们的看法 要经历大灾难 他们就说 犹太人大部分信耶稣就是那时候 他们就称现在 就是外邦人士气 那时候就是犹太人士气 这个就是他们的神学 有没有问题 关于这一样东西 以前有几个听过的 OK 好 那我们今次就看圣经 因为神有一个答案 有些人说 你又灾前 他又灾中 你又灾后 那你们自己 打架打定他 你就信那个 那大家信不同 但是在神来说 有一个答案 他没有理由三个答案 所以这个是我们去判断的 就是说到底是怎样 还有呢 在这个经文 我看到的结论是什么呢 基督徒被提 就是耶稣回来的时候 就是他将那些选民 用个号和声 招聚 就是将他们 在那时候提到空中 将基督徒和不信的人分开 就是这个过程 并不是灾难之前去分开的 好 有没有问题想问 然后呢 我们就查圣经 用圣经去找这个答案 那有灾前灾中被提的那些 他们有很多的观念 全部不是直接经文的 就从 譬如说 启示你所讲的 当全世界受灾难的时候 神就会救你脱离的灾难 但是救不一定被提的 不是一定的 那有些就说 除了这里讲 就是讲到被提 其他都 就是我讲到基督徒 是要面对大灾难的 但是我有个经文回答他 帖撒尼加后宣 第二章 必有离道反教的事 帖撒尼加前宣是给谁呢 是给帖撒尼加外邦的信徒 他们是会看到离道反教 以及看到敌基督出现 这个是迫白 就是他们就说没有 但是我就说 是有讲道 基督徒要面对迫白的 那有些人说 使得那么迫白不算 哇 很害怕 当然 如果说真的消失 也是一个好消息 如果真的的话 我们真的可以告诉别人 你快去信耶稣 你不信耶稣 你带撒尼加大灾难 这个都是好消息 但是如果不是 神想在他里面作念证 神也会给额外恩典 因为在大灾难的时候 圣经说到你受迫害的时候 你不用想什么 因为圣灵会教你说什么 所以圣灵会很亲近我们 我们会听到神的声音指示我们 亦神会给额外的能力给我们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不需要害怕 会怎样 因为我们为主受苦 是必然神是大大的赏赐 和祝福的 好 但是现在两个两个 如果你发觉你的祖 比如有一个圣经 比较弱的 你就半个强一点 如果有时可能两个三个 分组了 OK 大家现在去看经文 你回答那几条问题就可以了 你回答下面写到的问题 那你就可以找到 你先看一看经文 然后回答下面的经文 下面的问题 好 那我们 我们看回那张纸了 那我就想看 南前十五章 不是二节先 南前十五章不是二节 我们今次就是讲到这个 被提的时间 首先讲为什麽重要 而且我们一定要找到 圣经贯的答案 原因呢 因为这个牵涉我们每一个人 将来面对的困难 因为如果是错的教导 我可以这样讲 如果讲到活世论 是多些人信灾前被提 或者灾中被提 是多些人信 那他到了 当他发现原来 进入大灾难 有几个反应 糟了怎么办 第一个反应 第二种反应更差 就是神应他也不对 神应我们被提 他不知道不是神应他 是Scoffield说的 是他的理论 不是由经文证实 是他有个理论 而那些理论 全部都不是根据经文 而他是间接的 他说神会保守你 保守你就是被提 不一定是保守被提的 神可以用很多方法 这个是不能够足够的证据 我都看他们的证据 但我觉得是不足够的证据 而他们 跟着呢 就怀疑 哇 就是圣经不对的 就是圣经是错的 那我们不信圣经 那那个效果就最严重了 就是有些基督徒会这样 那另外一个效果 就是有些基督徒就会说 唉 那么难 放弃吧 就是没有准备好 那为什么我们要去 帮助人去准备好呢 因为 如果我们要面对大灾难的时候 我们是要准备好 因为耶稣都叫我们准备好 因为马基尤士 将大家看到 他说你将来遇到的灾难 是以前没有 以后都没有的 就是从来没试过这么大的灾难 如果不减少日子 连选民都不能够站得稳 所以这个日子是很严重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准备好 就是 站稳 预备好自己 以至我们在那时候站得稳 能够有美好的健庆 这个就是目的 那这个大灾难 是会将人的生命分辨 生命的基督徒 他会坚持到底 其实现在有些国家都是逼迫过的 那些真基督徒就会站得稳 但是那些 就是不是真的依靠耶稣 他只是想得到 有些他想得到的东西 可能一迫伯 他就已经跌倒了 就是会分辨出他们的真和假 那当然我们希望多些人是真信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 圣经说什么 这个也是一个 我们学习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的信仰是基于什么 大家回答我 应该是基于什么 基于人 怎么说 基于什么 基于成绩 基于成绩 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基于成绩 不能够说 哇 那就很惨了 是不是很惨 所以要信在前面看呢 那你信不代表会发生的 就是你信了一个东西 但是不会发生 就是白信 信错了 我们看了前十五章二节第三个 那里 那我们读了 因为时间长的完故 那我们读了 那这就讲到 就是審判的第七號 其實我想簡單講講 啟示錄不是順時間次序 它裏面有時間次序 但是它是一段一段的 其實啟示錄有七次講到沒日 其中是七號 七號是未到十九章的 是之前的 所以很多人誤解啟示錄 因為他們只是以為 由第四章開始就沒有順時間次序 其實不是的 你會發覺不是順時間次序 第六印已經講到沒日 如果大家去看的時候 你會發覺是重複多次 它是用不同的角度講到沒日 而這裏 有一件事讓我們知道是沒日 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扭壞 不扭壞就是為甚麼 就是不壞 永生 就是不是像現在的肉體 它要變成一個不同的肉體 一閃時之間要改變 所以這裏是死人復活 所以這裏告訴我們是末日的時候 末日的時候要復活 以及變為不扭壞 好了 末次吹響 末次到底是怎樣叫末次呢 第一我們就先看 就是七號 第二就是想到 它的意思可能是這樣 總之在地上最後一次 可能天上有響都未定 可能天上有聚集 但那時已經過了 甚麼都過了 已經到天堂了 再吹號 我們都會很歡喜 但在地上的時候 這個號和末次吹響 其實都很開心 為甚麼呢 大胎爛 吹響 那就停了 死人復活 我們馬上就改變了 被提了 空中與此相遇 那就最好了 這裏就沒有說到被提 不過就有說到 末次吹響 和死人復活 就是將時間定了一個 這個我們現經 譬如我啟少錄 我都看過很多次 我儘量將裡面的 好像定了一個時間 可以定的 不能定的 我是不定的 我是要根據它定的 這裏我們要定了 就是末次吹響 和死人復活 不扭壞的 我們都要改變的 現在我們看貼前四章十五節 如果你有問題 你可以舉手問 好了 接著 十五節 貼前四章十五節 那我就不會讀 就這樣說出來 他在這裏說一句話 我會活著還 傳流到主降臨的 劍不扭壞在那 已經碎了的人之師 是甚麼意思呢 碎了之人的意思 就是那些死了的 基督徒 即是我們 我們見耶穌 傳流到主耶穌降臨 我們不會先過他們 即是一起 我們不會先過他 即是一起 就是和臨前十五章 那裏一樣的意思 即是他們復活 和我們一起 就會改變形象 不過臨前就沒有說避體 這裏就有說避體了 我們不會先過他 那我順帶說說 那個降臨呢 那我猜大家看 原文的聖經 就是有英文對照的 如果你懂得英文 你可以看原文對照的聖經 如果你不懂英文 都可以用翻譯 那你上網找 你就找Greek Interlinear Bible I-N-T-R-L-I-N-E-A-R 如果你不知道 你可以問我 我也可以在這個群組發出的 就是有一個是很好的 它有了編號 其實有兩個 它有了編號 那個編號就是 譬如2、3、4、5 然後你就找G 2、3、4、5 就是Greek G-R-E-E-K 你在上網找 你就會找到它的定義 以及它在聖經哪裡出現 以及在某些譯本 怎樣翻譯 而這個降臨 這個字 原文就是Perousia Perousia Perousia 這個字 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同在 另一個意思 就是耶穌回來 所以這裏是說到耶穌回來的 那就是我們撥詩外的十六節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 這裏就很清楚說到降臨 然後幾樣東西發生 第一樣是從天降臨 第二是呼叫的聲音 第三就是天使長的聲音 然後第四樣是神的好出香 這個同志才說 我們一樣有的 有神的好 那正先有說神的好沒次出香 這裏就沒有說沒次 不過有一樣的相同 在基督裏面死了的人才復活 那如果復活 和正先說的時間 就是掛勾 這就是我們現經的時候可以做 那裏有復活 這個復活 即是時間一樣 即是那個是好和沒次出香 那你就可以等於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是可以很肯定的 這個不是推論 這個是他確認的 即是說這個復活等於那個復活 所以那個浩童就是活次的浩童出香 就是這樣 在他們一齊復活 然後活著傳流的人 就和他們一齊被提到雲裡 這裏和臨前十五章的事都不同 就是這裏就沒有改變 就說到被提 但是你將兩個合併 即是說我們會改變 由被提 即是當我們被提的時候 已經不是現在這樣了 已經是會發光的 好像耶穌 好像天使那樣會發光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被提 所以這兩個經文 可不可以說的習慣上是掛勾 我們可不可以說的時間是掛勾 是同一個時間 因爲什麽呢 因爲死人復活 是不是 死人復活 即是基督徒死人復活一次 因爲現在A組復活 B組復活 C組復活 在聖經裏面說 並沒有將他們分開A、B、C組 即是說基督復活 就是全部一起的 那如果一起復活的時候 那又有號童 雖然呢 貼詞沒有說到是末恥出香 但是都是號童的時候 即是其實都是末恥 即是都是末恥出香 所以呢 也都有一件事相同的 就是他説變為不冷壞 其實我們盡量將多些東西掛勾 不冷壞 即是永恆 即是改變 而這裏呢 第十七節我講到 我們與主永同在 是不是已經包含了 我們會改變形象 跟他一樣 所以呢 可以這樣講 都是掛勾 即是時間上掛勾 是永遠同主同在 是被提到魂裡的 所以是改變形象的 OK 有沒有問題 關於這樣聖經 是不是很清楚 其實清楚到不得了 就是無可置疑的 好了 接著二十四章 馬替二十四章 我想講講就是這樣 耶穌講一件事 門徒問另一件事 耶穌說什麼呢 聖經沒有石頭留在上面 分別柴位 這句話其實不是絕對 不過是講大部份 因為剋牆是留的 還有剋牆下面的石營是留的 即是 這個耶穌所講的 是一個整體的意思 大部份都淋了 沒有了 這樣的意思 那大部門徒問了什麼呢 第一句問題就有關 什麼事 時候有這些事發生 有關 但是接著就說 你降臨和世界沒了 他就問了你降臨回來的時候 會怎樣 和世界沒日 你降臨就是世界沒日 即是他們都知道降臨 他們知道耶穌會回來 耶穌回答的時候 兩樣都回答 因為他們以為 石頭每一塊石頭拆開就是世界沒日 其實不是 是主後七十年 主後七十年就是被毀滅 即是聖年被毀滅 所以在裡面的內容 有一部分是講到主後七十年 那哪個部分呢 你在猶太會聽到快點 逃到山上 第二就是 這個 我先想想想 還有 這個世代未過去 這件事應驗 這個世代未過去 這個經文有沒有寫出 其中一個經文就是 這個世代未過去這件事應驗 是講到主後七十年那個 就不是講到末日那個 因為耶穌回答的時候 即是講到這個應驗 這是第一步 第一步和第二步有關係的 因為第一步是一個 預表 預表末日的 主要七十年是預表末日 即是一個圖畫 讓我們看到將來有一天 都會有類似的事情發生 因為當時真的很殘酷 被殺得很慘 好 接著 第四節開始 我們沒有讀的 沒有寫到 即是說 開始有很多人 說自己是基督 很多人遇到你們 然後又 地震 饑荒 擾亂 還有打仗 然後 第八節 這些是災難的起頭 所以發生的事就是災難的起頭 然後人要陷害你們 這裡耶穌並沒有說 你們要小心 你們將來如果聽話 你們被提就不用陷害了 耶穌沒有這樣 是耶穌說你們會被陷害 即是沒有說 有些人免了這個災難 是要面對 大家如果想到這些災難 你這樣想 越大災難 神的幫助越大 即使我要面對最大的災難 神會給我更大的幫助 而我得到的賞事都更加大 神的祝福更加大 在那時候都經歷到神跡歧視 現在 如果你上網看到英文的 很多的影片 那些見證 你都驚訝 有些人 簡直不可能可以活著 但是他可以在耶穌裡面活著 即是 我有很多的影片 你有興趣可以傳給你的 好了 然後你們為我們的名利 賣民恨戶 即逼迫 還有很多人跌倒 彼此陷害起 彼此恨戶 這裡講到基督徒跌倒了 不過 指引不法的事 真多很多人的愛心就冷淡了 即是 很多基督徒的愛心冷淡 但是 在這個情況 天國要傳 天國的福音要傳遍普天下 對民族建成 即是說 在這個大災難之中 福音依然會傳遍普天下 這就是我們在活日的時候要做的事 那麼 你說這麽大災難 怎麽能傳遍普音呢 其實這麽大災難 是跟以前完全不同的 為什麽呢 因為你會說 聖經網那些全部應驗 現在 這些語言全部應驗 你看到 現在真的一直都有應驗 敵基督出現了 那你上去 那你上去 那你雖然 你跟敵基督 你有這三年半 正經講 敵基督有三年半的時間 你三年半 初騰有好東西 即是有些鐵頭 你後來沒有 因為後來講到 瘦的國要暗 黑暗 他們是很痛的 還有被那些 在毛仔坑出來的 那些 蝗蟲咬 是痛 五個月 但又不死得 所以你不要以為 你跟敵基督就好 你是可以現在做賣賣 不過 你將來的苦更加大 所以 你千萬不要跟這些 魔鬼 這個獸印 這些 我們現在 世上已經有很多 那些 那些微晶片 放在人身體上 現在放晶片 就不是敵基督 不過可以預備 將來的基督 而且 現在全世界 已經有很多 人面認識 這些都是一些 將來 控制人的 一些方法 我們自己來講 我們可以避得 就病 但現在來講 有些病人 有這個晶片 不代表他有 有敵基督的獸印 我們要分清 即不是代表有獸印 因為有些病人 他需要值個晶片 去到哪裏醫生 一看就知道 他有什麼病 這個有醫藥上的幫助 但普通人 我就覺得不需要 現在很多國家 已經很多人 用這些晶片 他們可以開門 開車 出入口 去銀行拿錢 什麼都用過晶片 就搞定了 不用Credit Card 但這個雖然方便 但是非常不好 其實現在 越來越多方便的東西 是可以操控的 可能十五節 你會看見 才會帶你所說的 行為壞可憎的 站在聖地 讀者經的人 需要會議 這個在 主要七十年 和末日都會發生的 主要七十年 就是當時提多將軍來到 尤薩蘭聖殿 將他裏面的東西 毀壞 以及將很多猶太人殺死 丟在聖地和祭壇的周圍 即是他們將祭壇污衛人 以及羅馬人 他們會周時獻牛豬羊 好像牛豬羊 他就是要洩獨這個神 他們去到哪個地方 他就會獻這些 當作羅馬的獻祭 所以這個行為 我真的就是敵基督的出現 我們要小心這件事 這條說到迫伯和敵基督 有一節 那時候有大災難 這條說到真是大災難 之前那些是災難的起頭 這個大災難 從世界開始到現在都沒有這樣的災難 後來都沒有 如果不減少 是只煩有勸氣的 沒有一個得救 但為選民的 乃至必減少難 減選這個教育對我們很有幫助 即是被減選的 是一定不會保守到底 不過是一定我們自己都會保守自己 即是不能說 神你保守我 我自己遠離 你保守我便可以了 我們一定是親近神 神遵從神 做神吩咐的 我們不可以說 神會保守我 我隨意 這樣的時候 那些便不是選民 即是如果那些離開了神 那些便不是選民 聖經講 是人可以失去禁恩 一次得救會員 得救這個教導 並不是聖經所講 我都曾經講過這個教導 如果你想要我 可以將文典傳給你的 聖經是有講到人 清楚可以離開神 但是神是會保守他的選民 誰是選民呢 得救到底是選民 一直得救到底 如果他離開神 那些便不是選民 即是短暫信 好了 27節 閃電從東邊發出 直到西邊 任指降臨也要邀請 這句經文 是由哪個異端弱 來做他的名字 東方閃電 是的 他就說 好像閃電 東方發出 我們就是東方發出 不過很奇怪的 他所謂那個女人 現在都已經失蹤了 你看看那些全部的網 是沒有再提這個女人的 已經是沒有提的 因為那個女人根本 不知道去哪裏 已經不知道結局是怎樣 所以根本就不是的 他的教導是很多很創意的 我看到原來他有講輪迴 很搞笑 很搞笑 好了 接著 即是說這裏講到人子降臨了 那個人子一災難一過去了 即是會完 那先講到這個災難日子 敵基督的日子是三年半 但也都三年半 同時有兩個見證人 又是一千二百六十日 又是三年半 那所以呢 同時有敵基督 同時也有兩個見證人 不過這兩個見證人的時間 可能比敵基督早些少 所以敵基督可以殺死他 而仍然還未是獨無人 即是他早了他少少 那個三年半 那兩個見證人 就早了他少少 所以那兩個見證人 就先升了天 敵基督還在世上 好了 災難過去 所以他在日頭變黑 原來有一筆放光 眾星也與天上聚落 這些英文所講 就是第六印所講的 第六印又講到 天上的眾星也聚落 所以這個呢 在第六印已經是講到 末日星 啟事錄是重複七次 從不同的角度去講 那這要講到就是 天性的改變了 然後三十節 那時候人子的少頭 要顯在天上 即是那些人給我看到 為什麽給我看到 是地上的萬族 全世界的人都看到 他們就哭了 那為什麽哭呢 即是他們是要面對神 而他們未信耶穌 他們知道祂不沉淪 他們知道祂不得救 所以他們就哭了 那這個就是說 是有幾多人看得見的 所有人 那這個是不是秘密降臨啊耶穌 不是 這個是公開降臨 是全世界 個個都眼見得到的 是明顯的世界末日 那他們就看見日子 有能力 有大榮 要駕著天上的雲降臨 他在天上駕著 即是在雲中降臨 三十一節了 跟著的親事者 用號銅的大聲音 這裏有號銅 又是那個號銅 又是那個字的 將他的選民 從四方 從天者邊到天下邊 都招聚你來 那所以這個 那個號銅呢 同志先那些號銅 又是可以掛勾 我們應該看看 是否同一個號銅 三十七 跟著呢 他用另一個角度 講就是 羅雅日子怎樣 人之各民也要怎樣 洪水之前的日子 人之常是有價取 直到羅雅進方舟那日 不知不過洪水來 將它們傳到沖去 那所以這裏講到這個 羅雅的日子 是講到什麼 傳到沖去 代表什麼 浸死了 浸死了 死了 即是審判懲罰 是吧 所以這個是大審判的前夕 即是說 他們聚集在一起審 這一陣子還沒有審 即是說 好像洪水沖 耶穌降臨時還沒有審 他們在哭 不過是準備審了 接著人之降臨 都是這樣 那時候 在這個時候 兩個人 在田裏面 拿一個 剩下一個 兩個女人 推磨 拿一個 那你拿什麼呢 因為 這個經文 很多時候用來是被題 我們就說 被題 好像不講 但有經文片 看了被題 因為第31節講 他說那些使者 用號碼的大聲 將那些選民 由天者邊到天哪邊 招聚了來 即是說 他將那些選民聚集 那聚集的神 有一些是選民 有些不是選民 所以這個經文和那個 是掛勾的 即是聚集那個 就是取去一個 撇下一個 就是不要那個 即是一個聚集 一個就是選民 一個就是選民 一個就是不是選民 所以這個 羅雅 亦都是講到 這個就是審判的時候 即是耶穌講到 這個日子 好像羅雅日子 就是他降臨的時候 然後呢 就講到 這個善募惡募的比喻 善募是誰呢 按時分糧 主人來到 他就有福了 然後呢 那個惡募 他就以為主人可以遲 他就做不好的事 想不到的時候 主人回來 就重重主治他 就定他 假冒為善的人同罪 假冒為善的人去哪裏 地獄 在那裏要哀哭赤子 這個是不是地獄 有些人說 有天裏有地獄 還有一個哀哭赤子的地方 可不可以 這個解經 對不對 聖經有沒有說到 有個地方叫哀哭赤子 他說這些 就沒有去地獄 沒有那麼衰 那些衰 這些是話信耶穌 那個不聽話的 那些呢 就去哀哭赤子那裏 這樣的說法 有沒有聖經的根據呢 在馬太25章第三個比喻 綿羊山羊 綿羊就是造作主的地獄身上 山羊就是沒有造作主的地獄身上 然後那些山羊去哪裏 這些人要往永盈裡去 那些人要往永生裡去 第二個比喻就是五千二千一支兩銀子的比喻 那些人要趕在外面黑暗那裏 哀哭赤子 這是沒有用的因子 第三個就是沒有造作主的地獄身上 其實行為都是類似的 他埋藏因子 這個就是沒有造作主的地獄身上 那如果沒有造作主的地獄身上 是趕到去黑暗 不是黑暗 是地獄永盈 還有去到那個為魔鬼和他的 使者預備的永火裏面 之前那次有說的 那所以呢 這個愛哭赤子 都是地獄的地方 其實馬太二十四章二十五章是連貨的 其實聖經是沒有分章的 是後來有一個人 他將聖經的分章節讓他容易看 但其實聖經本身是沒有分章節的 所以二十四章二十五章是連續的 二十四章二十五章都是一個主題什麼呢 末日 是講到末日的 OK 好了 我們看看這裏 到底有幾個東西可以掛勾 到底是否同一樣的事件 我們看一看這裏 我次序在這裏寫在這裏 有大災難 之前沒有之後也沒有的 由主的笑頭在天上 然後就是萬族都哭了 即是說他們都看到 即是全世界都看到 不只是秘密 不是秘密的降臨 是萬族 然後是主教民降臨 然後就是選民之罪 然後就拿走一個 剩下一個 然後就賞賜和懲罰 賞賜和懲罰 我們稱它做什麼 大什麼 大審判 大審判 賞賜懲罰就是審判 洪水也是類似審判 即是那些不信的就衝去 所以 那麼多處經文 萬眾哭哭 就告訴我 審判 我們看了幾個 即是大審判 和末日的 萬眾哭哭 就是審判 主 那些人看到它 教民降臨 看到它的 即是全世界都看到的 還有 好像狼鴨 那些水章 那些不信的 就是衝走 即是審判 然後 善募 惡募 惡募也是被懲罰 所以這裡 有沒有任何跡象 是說 它是秘密 在空中 然後那些人 就秘密 被提 那些非基督徒 仍然繼續生存 有沒有這樣的觀念 是完全沒有的 而 我們將它掛鉤了 這裡有號銅 那裡有號銅 我由頭來再說一次 這裏左手堅 臨前十五章 不是二節 這裏講到就是 浩童末次吹響 所以是最後一次 再沒有 最後一次 在地上 地上最後一次 天上有沒有 我們不知道 總之地上就是最後一次 然後 死人復活 變為不撩毀 不撩毀 即是永不衰殘 即是他們已經改變形象 我們都要改變 即是說 是榮耀的身體 即是末日 已經變為榮耀的身體 所以是末日 好了 接著在貼前四章那裏 因為有Dilutal復活 聖經講到復活是一次的 沒有講到有多次的 也都沒有理由 為何Dilutal會分A級 B級 這班才復活 那班才復活 那班才復活 聖經是沒有這個 所以這個復活 是等於那個復活 而這個號 即是等於那個號 即是貼上來加上前四章 都是紅和末次出向 好了 又有個備題 有個備題 然後將這邊 這邊也有很多顯示 是末日的 即我剛才講完 萬族哀哭 萬族見到耶穌 所以是末日 就不是一個中途的耶穌 在空中 他們消失了 而是呢 真是萬族看見他們 這是全世界的審判 所以是審判了 然後呢 那些選民招聚 就狼雅 好像狼雅日子 一些不信的 被衝去 那時候衝去 就是死亡 那現在就不是用水的了 只要他們就要懲罰 然後呢 善勃勃勃 就要面對神的審判 分別他們 那所以這樣看上來 是不是一絲一樣 其實同一個時間 是沒有可能 是之前 因為耶穌說 你們要面對那個災難 是以前都沒有的 如果不是 就是減少日子 選民都站不穩 所以這個是 基督徒全部都要面對 但是呢 在那時候 有額外的恩典 額外的力量 其實現在 有些受迫伯的基督徒 他們都有額外的恩典 那大家有沒有問題 關於幾種事情 第一個呢 就是說 復活 臨前十五章 和貼前四章 是同一個復活 所以這兩個經文是掛套的 接著神的好吹 吹響 左手邊 臨前十五章 就是末次 貼前呢 就是講到吹響 但是因為它是復活一齊 所以這個也是 末次吹響 而在馬太是 是講到 也是好吐 那麼 有兩個可能性 就是如果講 聖經都是說 一個可能性 這個是末次吹響 馬太有四章 一個呢 是未到末後 不過 有什麼顯示 它是末後吹響呢 因為萬族都要哭 是不是 萬族全部都要審判 那些惡僕要受審判 所以就已經講明 就是 萬族都要面對 所以不是之前的 蠔童 是最後的蠔童 因為最後的蠔童 才是審判的時候 大家聽不明白 就是 這個一定是最後的蠔童 在那個時候 就會被提了 所以被提 並不是一個逃避災難的方法 而是說耶穌接我們 就是耶穌回來 跟著死人復活 基督徒 和所有死了的和活著的基督徒 就改變形象 立刻 你看到周圍 那時候你就會認得 誰是漂亮的 黃岸天路 每個人都會發光 然後 就升上天了 跟著剩下的那些 真的哭了 真的哭了 哭了一句句 他們真的很淒涼 希望他們悔改 這個就是被提的意思 因為有些人的觀念 被提就是 免除災難 其實聖經會這樣說 在這個經文裡面 並沒有這個意思 大家看到 覺得清楚嗎 我們應不應該讓人知道這件事 因為他不知道的時候 在後果 他以為我 大災難了 我就消失了 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訊息 有些人說 消失的了 到時你快點預備好 你會不會到時消失 但他到時不消失的時候 可以影響他的信心 和他還未準備好 那我們怎樣準備好呢 怎樣準備好呢 那些人說 跟神有密切關係 處理生命 侍奉神 永遠都不懼怕 克服這個懼怕死亡 很多人曾經死過救回來 他說死亡那一刻不痛 有些人撞車 有些人是 譬如暫死 他說我都不知道怎樣 他不是說 覺得很辛苦很辛苦 跟著就 他沒有形容那個仇苦 他說我直接好像 瞬間 十一聲 車一撞 我飛了上天才聽到響聲 即是我們的靈魂 很快已經抖了出來 一撞 身體立即有很大的破壞 都未曾有感覺 那個靈魂已經飛出來了 這是有些人所說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怕死亡 但有些人最怕就不是死亡 是死亡之前那些受苦 但是 神會給我們觸感一點 所以這個就是 在一個最後信靠神的追 即更加投入信教神 而當你肯信靠神 神也都會保守 你有更長的時間活著 有更多的見證 而如果你是為主信道 聖經講道 這些人是有特別的賞賜 特別的祝福 和特別的能力的 所以呢 我們希望大家就不要怕 神也都可以 可以行很多神跡 在那時候可能不用喝水 不用吃飲 我們祈福 就是躲在山洞那裏 或者去某些地方 有些時期 我們仍然可以傳呼吸 但到某個時候 那些受印記 已經撇滿全地的時候 已經是可以傳呼吸 但在早期仍然可以傳呼吸 因為仍然還有很多人 還沒有受印記 因為受印記那些 已經不會改變了 但在受印記之前 我們仍然可以傳呼吸 我們就說在我們可以的時候 我們盡量去傳呼吸 去拯救更多人 還有在現在 未曾到這個時候 我們就傳呼吸 和人建立靈命了 也都更多支持宣教 去投入去 將自己的生命放在神裏面 不要再想自己 這個世界 哪裏平安一點 快點移民吧 這裏平安移民吧 多多每天 是不能移民的 也有些人有很奇怪的觀念 儲好一些食物 你水儲了多少呢 你整間都裝滿水 你多久 可以喝多久 真的有一個義端 是這樣的 他叫人們儲了食物 和走上去大陸 逃避 但這個其實聖經沒有說 聖經是說 我們自己做好事部 神又會祝福了 有沒有問題想問 各位都清楚嗎 這個圖也很清楚 因為指了那些等於 哪裏等於 還有這裏 主從天降臨 和主教人降臨 就是鐵前四張那裏 和馬太二十四張那裏 這個就是一樣 這個掛鉤等於 OK 有沒有問題 所以希望大家利用你的方法 可以將這個圖 你想要我可以傳給你 你可以在你的Facebook 在這裏傳給人們 去思想 這些文字我都可以傳給你的 我呢 你再說一次 你再說一次 即是那裏 左邊是先 還是中間是先 上下 對 對 臨前 一直這樣 正來是臨前的 那些次序全部是臨前發生的 然後呢 貼前就是這裏這樣發生的事 馬太就是一直這樣發生下去的 但是你是歐畫 中間的歐畫 講的 我覺得是那個事件和那個 是同一個 你說一動 是嗎 是不是一動 一動就是 箭嘴就是時間 浩圖無次序 跟著死人復活 是不是次序 那 基督徒改變 我不知道是否死人復活 才有 即是它到底是一起 還是有少少分別 我不知道 所以我會動一動 那由這裏呢 主從天降臨 呼叫聲音是否同時呢 我不知道 不過它說有呼叫聲音 和有天使掌聲音 那應該呢 就不是一齊有呼叫 有天使掌 應該是兩容 然後有神奧出仰 所以這裏是箭嘴 然後基督徒復活 那復活了才被提 所以有次序 被提呢 就先與主相遇 然後呢 與主永遠同在 所以這裏是箭嘴 那這裏 大災難 然後跟著主兆頭 免在天上 由萬族哀哭 這裏是次序 主教運 又是號碼 尖序的選民 那跟著羅雅 是一個比喻 所以不是時間次序 是一個比喻 比喻 比喻 活逝就像羅雅日子 那 取了一個 也都是同時發生的事 就好像一個尖序 就是 被提 就是尖序 那然後呢 善佛 那是一個比喻 所以不是之後 但是 這裏說的次序 就是賞賜了善伯 先 先到審判惡伯 所以有個字序 在這裏 OK 有沒有問題 這樣看聖經 有沒有興趣 好 這樣聖經是很清晰的 不會混亂 但我真的很奇怪 為何那麼多人 那麼多神學院 那麼多神學教授 那麼多牧師 他們沒有研究聖經 就去說 祭祭祭祭祭 其實那時候 曾經有一個 在一個神學院 神學院 是教祭祭祭祭祭的 他問我 他說 聖經其實很支持 祭祭祭祭祭 我說 其實是沒有支持 因為神學院教他 但是他們 上課的時候 發覺不是很支持的 因為他們用的 用的經文 全部是間接的 全部都是說 在普洩下 受災難的時候 你們就會 免去災難了 還有呢 就說到 是 在 還有他們有這樣的說法 馬太二十四張 是被猶太人 所以他們受災難 那 外邦人不用受災難 外邦人教會不用 但是我就說 貼後第二章 說到敵基督 來到反教的事 還有敵基督出來 不是說很多人 這個明顯是大災難的事 是 貼上來家教會 是外邦教會 他們都要面對 所以不僅是猶太人 他們就是馬太二十四 才是被猶太人 還有可以回答 為什麼不是僅是被猶太人 因為他說 萬族哀哭 是萬族 不是僅是被猶太人 第二 羅雅日子 那些所有不信 都要被水沖去 那些是萬族的 耶穌回來是萬族的面對 惡僕也是全世界 惡僕也要面對的 所以 經文並沒有說 僅是被猶太人 Scofiel有這個觀念 他說耶穌尼本身不是想第一步傳呼 給萬族 只是想改變猶太人 不過猶太人聽話 後來才改變策略 變成去萬邦 他說由馬太十一章開始 他就開始轉方向 他就會把很多經文說了 只是給猶太人 這也是他的神學觀念灌輸 也有很多人受影響 其實另外一個觀念 有很多人聽過 就是 律法時期 因典時期 都是在Scofiel提議的 他有七個時期的 其實你看看 舊約是否律法時期 得赦免其過 遮蓋其罪 遮蓋其罪 遮蓋有福的 這是因典的律法 舊約得赦免 到底是 你遵行律法 還是得到赦免罪 其實是因典的 舊約都是因典 舊約都說之後 他們要做甚麼 就不代表他們是沒有因典的 舊約你看看 是有很多說到因典的 就是時期都宣告實在是因典的 OK 有沒有問題 是 我想問 在啟示錄說到 有14萬4千人 不救的見證 那他 是否 在馬雜坡24章大災難之前發生了 在啟示錄說到幾群人 一群就是猶太人 14萬4千 一群就是外邦人數也數不到那麼多 第三群就是一群人跟著羔羊 那群人會問他去哪裏 他跟著他去哪裏 這些人是沒有瑕疵的 如果沒有瑕疵 我不知道 這些人真是很偉身跟同神的 那就是這三群人 那這三群人到底是說到天上的情景 將來的天上的情景 還是說到這些災難的時期 事實上 即是有 如果你把啟示錄像順時間刺除 1234這樣下去 你就會說 還未到 其實都會有 這樣的時候 他就會說好像在災難時期 但如果你說其實一早已經講末日的時候 你就會說 其實他是將 即是末日的情景 是重複不同的角度說 即是這個講到天上的情景 並不代表 即是 他們就說 他們已經上了天了 那 這個觀念我又回應的 啟示錄 他們就說由啟示錄第四章開始 就講到教會已經在天上了 就沒有在地上 不過 我看的時候 我發覺 一路落很多次提到什麼 聖徒 聖徒的德性都是什麼 聖徒如何爭戰 他們的基督語聖徒爭戰 以及這兩個見證人 這兩個見證人 是不是 為何有沒有被提呢 他在那個大初難時期 他沒有理由 即是被提之後才相信主 他在被提之前已經相信主 為何他不是被提呢 兩個 就是留在這裏 其實是很多矛盾 以及重複講到聖徒 他不一定要教會 有些人就說 即是好像說 你沒有講教會 即是教會不在這裏 這是一個很間接 不是很直接的一種證據 是間接的 即是不可以說 說是一種證據 因為這些才是證據 這些是清楚 講明發生什麼事 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查 和你們查啟事錄 不過啟事錄 我們都不會這麼詳細查 但我可以讓你看到那個次序 請問一下 如果一些小孩 在被提之前 一個星期出生 那他們是怎樣的 其實小孩 怎樣的情況 我們是不知道 不過有很多人就說 天常會見到小孩 即是有些人 寶寶死了 天常會見到他 這些只是一種參考 即是有可能 神是 不一定用聽到福音 來作為一個判斷 即是神可能是 有他的方法 那這個我們 因為聖經也沒有講 所以我們不懂得答 OK 那要我們做好準備 對不對 即是主要基督徒 就是我要逃避災難 我要安慰得意志 以後 我們成為神使用的人 這個就是我事務 初年課程的目的 是興起精兵 給神用 那我們就會給神使用 去使用和發揮 那有些人說 我不行了 只要你 你看到神很好 你有喜樂 已經是事務了 你的喜樂 已經是榮耀神 你的說話 說了神多好 已經是榮耀神 即是你的一言一語 都是榮耀神 那你經常都說 神那麼好 已經是榮耀神 已經是事務神 所以你這樣想 就不會想得很難的 你的心經常都讚美神 也都能夠你被訓練 可以去幫人 我們中間有些人都被訓練 去服侍人 輔導 祈禱 都真的看到人在改變 好 我們現在祈禱結束 真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你給我們的話語 是每有一年年文 求你幫我們全心信教你 遵從你的吩咐 不只是跟從人的教導 我們都會分辨 在活後日子有很多錯誤的教導 求你幫我們有自來的分辨 求主年文思恩 多謝天父 祈禱為天父的大恩 求主更新我們的生命 幫助很多被誤導的人 也有很多義教 誤導很多人 求主詩恩 教導人